放生积善得,坠楼得保命。 秋师姐学佛多年,她每个月都会进行几次放生。 这让她周围的很多邻居感到不解。 秋大姐,你现在要去哪里呢? 我要去河边将这些泥丘放生。 秋大姐,这些泥丘你是从哪里抓来的? 我今天早晨刚去市场买的。 不会吧,秋大姐,你自己掏钱买泥丘,然后就这样扔掉了,这不会太可惜了吗? 我是放生,不是扔掉了。 这又有什么区别吗? 当然了,放生是在拯救他们的性命。 如果我不将他们买下来,那他们很可能会被别人买走,然后杀死吃掉。 因为我将他们买了下来,才挽回了他们的性命。 但是,你却为此要花掉不少钱啊。 秋大姐,你这样白白地将钱扔掉,值得吗? 当然值得。 我这样做既拯救了这些动物的性命,又可以为自己积了善德。 这一举两得的好事怎么会不值得呢? 你们这些学佛的人都说,放生,行善,会积下善果。 可是,你们真的见过善果吗? 是啊,我见过很多放生的人,也都像你我一样普通平凡,丝毫不像是得到善果的人。 但,善恶果报都是一样的,并不是会立刻显现出来。 我的一位师姐放生了有几十年时间了,从她手里放生的生命足足有几万条了。 可是,这十几年,她也是没有感觉到自己得到了什么善果。 但就在上个月,她所居住的住宅发生了天然气爆炸。 整个楼里的居民伤亡惨重,但偏偏我这位师姐却毫发无伤。 你说,这难道不是善果的显现吗? 嗯,这么说来,还真是有善果啊。 那是当然了,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,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放生。 当你们看到这些生灵恢复自由时高兴的样子,自己心里也会非常开心。 嗯,邱大姐,你说的很有道理的,有时间我跟你一起去放生,不过今天我还有事情要忙,就无法跟你一起去的。 哈哈,没关系的,那等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放生。 好了,不和你们聊了,我要赶快走了。 一婷,刚刚邱大姐说的放生得善果,我还是不相信这种事情。 盛文,这种事情听起来的确有些不可理解,但是,的确有人因为行善积德而躲过劫难,这又怎么解释呢? 我想,那只是巧合罢了。 真的只是巧合吗? 在秋师姐的带动下,一婷也开始加入了放生的行列。 她也经常和秋师姐一起购买一些鱼虾来河边放生。 诶,一婷,你提着水桶装鱼打算要做什么呢? 我约了秋大姐,今天一起要去河边放生。 你不会真的自己也掏钱买鱼来放生吧? 是啊,这条鱼就是我刚买来要去放生的。 这么巧啊,盛文,你也在这里啊,今天你有时间吗?和我们一起去河边放生怎么样? 不要,算了吧,我可没那么多钱来白白扔掉呢。 看来她还是不认同放生的。 秋大姐,我想她慢慢地会改变的。 我们走吧,赶快去河边放生吧。 嗯,好的,我们快去放生的。 哦,这条鱼,它怎么一直不游走啊? 哈哈,它这是在向我们道谢呢。 它在向我们道谢?难道这条鱼也通人性? 当然了,世间的生命都是通人性的。 你对众生好,他们自然也会对你好,这就是行善得善报的原因。 鱼儿,回家去吧,以后小心一点,不要再被人抓到了。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,她竟然好像能听懂我说的话,也会跟我说再见啊。 有了这次经历后,伊婷更加坚信行善终究会得到善果。 她放生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 伊婷,你不会又是自己花钱买鱼,准备去放生吧? 是啊,我正要带鱼到河边去放生呢。 你真相信邱大姐的话吗?她说的都是骗人的。 要是行善真的会有那么多好处的话,岂不是人人都会行善放生? 可是你看看,那么多行善放生的人,哪里都得到了好运呢? 就算得不到什么好运,我也决定以后会多多放生的。 为什么呀? 当你看到她们恢复自由快乐的游来游去的样子时,就会感到心里非常高兴。 我想,这也是放生的意义所在。 真是莫名其妙的想法,自己花钱买鱼放掉,还会感到高兴。 真是难以理解的。 邱大姐,明天我们再去河边放生好吗?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和你说这件事情呢。 明天东林寺的师父要在河边举办一场放生法会,到时候很多学佛的师兄师姐都会去的,我们也一起去好吗? 好啊,那真是太好了。 邱大姐,那现在你就和我一起去购买一些鱼虾,准备明天去放生吧。 好的,我们现在就去吧。 老公,我和邱大姐去一下水产市场,一会儿就回来了。 去吧去吧,你们又要买鱼去放生。 唉,真不知道,这样拿钱打水漂有什么意义。 老弟,怎么能说这是拿钱打水漂呢? 你老婆行善积德,你也会得到保佑的。 邱大姐,别跟她说那些了,我们快走吧。 哇,怎么阴天了。 是啊,可能就快下雨了吧。 我们要快去快回,可别淋到雨啊。 对了,我家里还晒着衣服呢。 我打电话叫我老公收一下,不要让衣服被雨给淋湿了。 喂,老公,外面晒着衣服呢,你赶快去收一下。 好的,我这就收衣服。 她把手衣服的杆子放哪里去了? 算了,不找了,我能拿到的。 救命啊! 老公! 老公! 怡婷的丈夫从三楼摔了下来,按照常理,会伤得很重。 可是,她却只受到一些小伤而已。 哎呀,大哥,你这么快就出院了。 是啊,你从三楼掉落下来,我们都以为你会受重伤呢。 当时,我都吓坏了,可是去了医院一检查,却发现她的头部和内脏都没有问题,只是胳膊骨折了。 而且,恢复得非常快,这才经过十几天,她就可以出院了。 大哥,你可真是福大命大啊,从三楼掉下来,只受一点小伤,真是奇迹啊。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,就在我坠落下来的时候,地面上出现了一条大鱼,用身体挡了我一下。 啊,你真的看到了一条大鱼吗? 是啊,当然,那可能是我的错觉,这里怎么会有鱼呢? 大哥,那应该不是你的错觉,当你被救护车救走后,你所在的地面上有一个鱼形的痕迹。 啊,这是怎么回事呢? 我想这是那些放生的鱼儿来报恩了,这就是行善的善果。 经过这件事情,我也相信善行善果了。 老婆,看来这次是你救了我,多亏了你行善放生,积下了善果,才出现了这奇迹啊。 以后,我要跟你一起去放生,来帮助更多的生灵,得到救度的。 帮助更多的生灵等